8月15日 环境发展与人权 现代化进程中的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外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就现代化进程中的绿色低碳发展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理出席会议 并在致辞中指出 绿色低碳发展是世界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有之路 对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召开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 做出系统部署 明确提出深化身体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处 各方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美好未来 有了更多憧憬和期待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周树春表示 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必须坚持各国人民共同参与 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 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 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 我们主张公平治理 维护多边主义 呼吁各国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走在前面的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 帮助其他国家共同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 能源安全 创造就业 发展经济等需求有效协调 务实推动绿色低碳公正转型 现场 与会中外嘉宾代表发布了共同倡议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多位专家指出 面对气候变化 资源短缺 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挑战 应凝聚绿色发展国际共识 倡导开放合作 更多造福各国人民 既然被告白 中国的必要不足够的地区域 与其中的地区域 预算计算机器 和其他地区域 在一时时 当世界遇到一个生存的危险 与生存在此地 这些地区域 中国的努力应该是祝福的 and praised not condemned and not prevented in future plan for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s the balance road initiative is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provided by China to the world and is also offer China Chinese solution to our challenges and issue together with China and other friends we will actively engage in global open cooperation improve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e global shared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n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s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with a green solution